今天要把鏡頭轉到新北市金山這邊來 因為昨天在這裡同樣是降下了驚人的大雨 金山區潭子內就有一對務農的夫妻 昨天中午出門聚餐 結果就發現這個雨越下越大 溪水突然暴漲了 沒有想到就在急著回家的路上 被湍急的水流給沖散失聯了 因此他們的兒子是緊急打了一整個晚上的電話 但是都聯繫不上 因此就在今天凌晨的時候報案了 不過搜救隊到場之後沒有找到人 一直到今天的凌晨六點鐘 才在這對夫妻的住家外面 大約是兩百公尺遠的松樹園 巡獲了兩人遺體 大水來得又急又快 沒幾分鐘就淹到快沉人腰部的高度 老夫妻雨中穿傘 在水中一步一步想要走回家 卻沉了最後身影 雨水暴漲 哪是突然 一下子就衝破河床 所以往下流 剛好他們要返家 可能是要返家 一不小心就被水掛住 神情癌漆不發異語 家屬凌晨報案 第一波搜救 沒有找到人 直到清晨才找到夫妻檔 卻已經是兵論遺體 新北市金山潭子內 種地瓜的務農夫妻檔四號中午 出門聚餐下午一點多回家 他還跟兒子說家裡淹水 但一個小時之後就再也沒人接聽 家屬心急如焚猛打電話 五號凌晨向消防局報案 但潭子內地處深山 路面又變成小河 消防隊救援困難 直到星辰五點多 家屬等水退了 衝到現場 陸續找到罹難的夫妻 當地因為不是土石流警戒區 所以沒有通報要緊急撤離 年紀有跟他講說 雨水這麼大啦 就慢一點走 玩衝一點嘛 對 但是他就是可能就是 可能要擠都要回家吧 大水來得又快又猛 先生為了救太太 兩個人被大水沖散 沒幾秒就看不到人 再被找到已經天然永隔 華視新聞中不倒 我們下載的頻道